SERVER 跟 WALKER 就做所有作業都可以同時運行的一個任務 然後我們要就是任務整合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 CUBETCH 有提供 CUBETCH 的技術 就是我們先丟一個 DROP 然後我們可能同時丟多個 DROP 的過程中 可以定義說一些優先級的一些配置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優先級的調度 那還有就是剛才有提到的 CUBETCH 跟 PLUIN 的部分主要就是協助我們去實現排程的一個機制 然後還有去我們定義一些相關的一個策略一個配置 那右邊這邊有一個圖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config 檔 然後去定義說我們今天在我們之前的一個 schedule 上面 那我們可以去定義譬如說 CUBETCH 它可能要進行譬如說回收支援 然後發布支援或搶佔支援這些部分 然後還可以去定義說我們剛才的這些 PLUIN 比如說我們可以拿到優先級的一個 PLUIN 的一些機制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定義後 完成就是我們在做 schedule 一些組織 那主要可以透過 QUBETCH 的話就是因為它有比較盤性的一些 PLUIN 的一些需求 可以讓我們去定義說 我們分散式作業可能沒有資料跟原來它的不同的一個訓練需求 那我們在 PLUIN 部分可以去強調去設定說 哪一個 PLUIN 它是符合它的需求 那我們可以隨時去抽把 這個也可以協助我們做更多的一個 config的配置 那這邊有一個圖 讓我們再重新回顧一下 就是要怎麼做一次分散式生物學的一個訓練 那其實我們很簡單 其實可以透過一個 job 的一個 YAML file 然後去定義說 我們在做分散式訓練的過程中的一個圖 那我後面可以先大家瞭解一下 就是 我們可以定義一個 TF job 然後去定義說 我們剛才所瞭解的就是 就是我們在進行 Tentent Flow 的分散式訓練過程中 有很複雜的一些像 IP 或是 POID 的那些對接 然後還有 NAMM 這些的一些配置 那我這邊可以透過 Coolflow 有一個 TF operator 那它可以協助我們去做 節點資源之間辨識的一些協助 那後續我們再加上 就是 紅色框框這邊就是有 我們去更換了 Coolbench 的一個 scheduling 然後我們去定義說 我們剛才可以針對 就是像我這邊的一個 config 然後它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 組織的一些需求 或是 Action 的一些需求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配具 首先可以透過 Walker 跟 Playman Server 的一個 定義完成 寫在一個 TF job 上面 那中間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 component 就是 比如說一個拍子 我們可以運輯一個 比如說 Benchmark 的一個測試 然後去定義說 配具 size 或是我們預選的 model 或是我們的一個更新的一個 Playman Server 然後 還有最後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TF job 去定義說 我們今天節點有什麼 GPU 的 resource 或是 Secure 任務 resource 的一個限制 然後去達到說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job 去運行就是我們很多個 比如像 Paragran Server 還有 Walker 這個 TASK 然後去運行在我們的一個 Cloud 上面 那我要這張圖 就是 我們其實在 YAML 中 均可以去完成說 我們分證試訓練 做一個可能保安的一些任務素樣 參數 TASK 然後還有就是 GPU 的一個限制 那 像 我們這張圖 就是從下面開始看 就是我們有一個 TF job 然後我們去丟到我們的一個 container long time 然後他就是可以 我們是透過 Coolflow 的一個 Tencent Flow Operator 然後去打包說 我們有 Paragran Server 跟 Walker 這個角色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整個 operator 丟到我們合適的一個 Node 去做執行 那 右邊的話 這個 MES 的話 就是我們主要有些 API Server 會去得知說 我們原本是用預設的一個 Default Schedule 然後我們後續可能換到 出片群的一個 Schedule 然後去做一次的 完整的一個分證式 深度學移的一個訓練 那這張圖 就是 我這邊還有 加上就是 測試的部分就是 我們今天在做 分證試訓練過程中 可能就是 PS 跟 Walker 可能是 支援是第一不同的 像 比如說 我們有 Walker 那我們今天第一兩張 GG 那如果我們今天在 我們的基點上 可能不足以 不足以執行這兩張 GG 的話 那他可能就是 會 導致沒法去 啟動這個主怕的 運行在 我們的一個節點上面 那我們今天可以透過就是 Coupbench 有提供就是 Locate Schedule 你的這個機制 就是 我們需要讓 Walker 跟 Parallel Server 的 resource limit 它 資源完全符合 才能做一次性的一個 Job 的訓練 那我們可以確定說 確保說 我們 Walker 的資源 可以保證被執行 才能被 完整被執行 那這邊就有第一個叫做 Pub Group 的一個部分 然後就是 我們就有第一個就是 Schedule Schedule 然後還有就是 Root Name 然後可能是 Game Schedule 那 可能對應我們的一個 Job 的一個名稱 然後 女座也是一個生物學型的一個訓練 那後續探討 其實這些就是 我們透過 我們剛才是介紹說 透過 更換那個 Default Schedule 你可能化成自己寫的一個 Schedule 或是像 Coupbench 有一個Coupbench Schedule 然後來協助我們做Coupbench 一個 Coupbench 深度學型的一個訓練 那後續呢 其實就是 呃 後續有一個 後續有一個 叫做Procanel 一個火山的一個 Schedule 然後它其實就是 常見 就是透過 Coupbench 一個基底 然後去做那個 Operator 一個實踐 就是把Coupbench 這一套 一些 I-Shake Applied 的一個機制 然後透過 Operator 的方式去實踐在這個 Procanel 上面 然後旁邊可以看到一個 Procanel 組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它的一個 CRT 還有 還有 Schedule 一個整合 然後我們可以達到說 我們可以依據我們需求 U-Pace Edition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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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些 配置 然後可以更靈活地去調動我們一個 TF Job 的部分 那剛才的部分就是 主要是 我們去透過 Coupbench 第一的一個 Schedule 然後協助我們做 像是 Game Schedule 或是 我們就怎麼去放置 Test Placement 這邊我去放置 選擇是我的一個 節點就是像 P by GQ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可以去定義做 Job 的一個 Priority 就是 作業的一些優先級 比如說這個 Job 的時候 他的優先級比較 負擔比較重 那我們去定義這個優先級做這些執行 那這些都是可以在我們的一個 Job 中 然後去定義我們的一個分擔組 一個訓練 那 OK 的的話就是 可以透過就是 Operator 的方式去實踐我們剛才講的 一個 Page 的部分 那就是後續我們 可以去探討 就是怎麼去把這些 開運的一些 Operator 的一個 Schedule 然後我們可以運用到 我們這個分擔室的一個 補位上 OK 不知道大家還沒有了解這部分 或是有什麼應用費想問題 我是有接觸過 Gbaker 或者請問一下 UFO的那個 夜夢檔其實也有這幾塊 那如果它Define的人 就是 出現一些resource的限制的話 那它本次的 Schedule 都知道 就是 就是 因為如果你Define 它的那個 Project 有些會檢測 或是 或是有些 定義的檢測 或是一樣的 那這樣這時候 它提神的resource 它會有resource 有限制 那它一定是要去 分配這些資質 可是如果 這個 這個 YAMO檔是 主要怎樣定義它 就是 它有幾個機制去 去Define 或是怎樣去 分配這些資質 就是實體的 Hardware之類 喔 你說這個 這個YAMO檔裡面 有些resource的定義 然後會跟 我們Schedule的一個 Apply Apply的相關 Define的一些衝突 會有一個衝突 應該是 主要是以 Schedule的那個 它定義的一個機制為主 對 因為Footbench 它其實有支援 Define Schedule 它就是把一些 Define Schedule的東西 也翻到 Footbench中 去做一些 排成的定義 我的意思是說 Footbench 可以同時 就是有不同的 User在上面 寫進這個 分散式的選擇 就是它如果 都是有 那可是 它如果不同的User 定義的 第二種檔案 就是 我需要這個P Define Schedule 我需要的話 要調整Define 可是我這邊 另外的User 預定Define 那這樣 它要組織所有的趨勢 你說 不同的 多出入的部分 對對對 這部分好像 他們還沒有去做支援 可是我看過它的 業務 它好像還沒有做 配取這部分好像 沒做多出入的支援 所以現在只有 支援就是 Single User 然後做 分散式系統的 運轉的時候 它的 對 可以協助做一些 製定的一些定義 然後通過Action 跟Blogin 的一些 籌碼 看這邊有個部分 對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 對 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做 比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 它是有兩個Node 它各有一個GPU 那我們今天要騎一個POD 它是要求是兩個GPU 那它可能就沒辦法輕動 對 那它導致說 就會一直Pending 在那個GPU 那我們一定要讓 就是 應該是舉例說 我們騎一個 騎一個POD 有三個GPU 那我們今天節電 只有兩個GPU 還去使用 那就是導致說 我們可能 B4 schedule 就是會把那兩個GPU佔用 然後一個GPU 跟一個Pending 然後可能我們要做一次 分戰式訓練的過程中 其實它需要 其實它需要 我們的Pareven Server 跟Word 都是不完整系列的 就是每一個都要啟動 才不做一次性的一個 叫做 叫做一個訓練 對 那 所以 D4 schedule 就沒有那個 那個Gain schedule 這個機制 是一個整體 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對分戰式 訓練運用在 補貝上的一些想法 或是對POD 有什麼想法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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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就是它今天比較 可以給 最小訓練的 Dia Science 去用 去做訓練 對啊 就是 然後它其實 Proofflow有提供很多 一些相關的一些 component 你也可以去夾 在 不一定要做過這個東西 一個在網頁上去轉寫 比如說一個 Jubin Notebook 去轉寫這個文件這樣 然後去做一些訓練 我以前想說 這對 等一下戰演技會不會太難 應該不會太難 因為你只要去定義這個考驗 就好 你只要講說 到底要保守的訓練上面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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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可以讓它就是 應該說 它只要專訓在訓練那些 三式網頁上 它完全不用管任何的訓練的話 它可能 就是 對家戰演技會才能去專心 去聽嗎 它其實有 Proofflow有提供很多 相關的一些 conformer 它可以協助我們 做一些 其他的 開發者的需求 比如說 像我們訓練相關的一些套件 比如說 我們在做model training過程中 它可能有協助我們做training 或是 我們不用去配置 比如說 要訓練多少 還有model 要怎麼去自己 它可以透過一些conformer 做一些快速的 到我們訓練的一個節目 那如果你需要讓 Data 三式網頁 然後你需要 多過太多的 那些樣貨塊的話 其實可以透過 就不可以直接去做一些 model 有點簡單 對 那它 我今天沒有 太多介紹 就是出錯的一些conformer 跟哪些相關的介紹 因為我今天在 其他的 其他的 介紹過 出錯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什麼 那大家對於 ZooBatch 還有其他的問題 有些使用上的一些 手掌 V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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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謝謝 CRYLY 謝謝 謝謝